那接下来触角 我觉得会剩下哪个 细分的行业 我觉得要看消费者需求吧 这个呢 一方面跟技术的突破有关系 就比如说你说 这个送饮料 你如果饮料 你不解决这个洒泼的问题 对吧 你这个业务是没法开展的 比如说买菜 你如果做不到菜的分解 如果做不到这个鱼可以称重 你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 新宁座的配送 新宁座的配送 跟外卖的配送是完全不同 新宁座的配送 在外卖的配送是 这个餐厅出餐 消费者去 那个骑手去取 然后送到消费者家 这个新宁座不是的 它是一个箱子 里面装了一堆东西 交给一个骑手 这个骑手一路减 它还有一个减的过程 到了这个小区楼下 丢出两包油奶 到下一个小区 比如说两包鸭舌 它的整个配送技术 配送调度系统 都和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 是需要去改进的 所以这个 我认为后面就看 技术的成熟过程 成熟一个 开拓一个服务面 再成熟一个 再开拓一个服务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来 词 转发来 词